11月17日,2020甲骨文碑,国际学生我与汉字演讲比赛在河南郑州收官 马来西亚选手伊婷用普通话和方言向大家打招呼 比赛现场来自韩国、柬埔寨、捷克、塔吉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十国参赛选手或激情或温雅或深沉的讲述与汉字情缘 分享中国故事,阐述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和的理解 中文名字,雷锋,雷锋,雷锋 我有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雷锋 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感觉很亲切 三年前,我开始接触汉字 中国老师、同学们对我生活上学习上的帮助 让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活着的雷锋 让我这个外国人从来都不觉得中国是异乡 也正是这样的切身体验 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无厚的兴趣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 自诩端子首的北京语言大学卢旺达基选手马思连 用一段绕口令开始他的演讲 始于兴趣,学于文化,终于传播 马思连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汉语和汉字的传播者 马思连介绍 因为我会让胖子不见分家 你好得好,变成女子 妈妈变成女马 你看看,这不是离婚,也差到不远了 本次比赛,出选出一二三能奖 来自喀麦隆的欧利 用他和汉语老师的一段故事 拨动了观众新鲜 获得了比赛特等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